天地悬花 大河之南 中原之中 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发源之地 海内外延黄子孙 寻根拜祖的心灵故乡 这里是皇帝故里 河南新政 每一条江河都有源头河水 每一种文化都有初心来处 新政 地处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核心地带 数千年来 文明起源 恢弘照造 文脉延续 瓜叠绵绵 文化传承 生生不息 在人类文明初露曙光之际 以新政为中心的中原地区 从巨祠山岩画 培里港文化遗址到 养勺文化遗址 龙山文化遗址 呈现出完整的中华早期文明 眼镜画面 八千年前 培里港人 利用自己双手和智慧 战胜恶劣的自然环境 建立原始的世俗村落 率先进入除更农业阶段 完成了中国最早的农业革命 他们所创造的培里港文化 成为新石器早期最先进的一种文化 给中国远古文明增添了独特风采 世之所告 莫若皇帝 皇帝居轩辕之丘 称轩辕氏 为有雄国君 有雄及河南新政 五千年前 轩辕皇帝在这里出生 创业建都 扫蒙昧定中原 世纣文明与烟开 皇帝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人 他不仅仅是华夏文明的开创者 奠基者 更是海内外 延黄子孙 共敬共养的人文十足 每年农历三月初三 在新政举行的 皇帝顾礼拜祖大典 赵氏春秋 绵延至今 日益成为盛世国典 同根同祖同源 和平和睦和谐 回溯祖根之地 敬拜人文十足 让生命在血脉 与文化的传承中 成为一部明朗而深刻的书 在炎黄子孙的心目中 新政是祖根圣地 心灵故乡 精神家园 周十遗址 今由在 郑寒分毛 空此间 两千七百年前 郑国和韩国先后在新政建都长达五百三十九年 郑寒故城是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 也是世界上现存城墙最高 面积最大 保存最完整的东周十七都城 这里出土的国宝 连鹤方苦 被誉为东方最美的青铜器 历史流过岁月长河 在这片土地上 诞生了韵味悠长的诗经正风 和竹之舞退琴诗等经典篇章 孕育了春秋名相 资产 战国思想家 韩非 享誉世界的伟大诗人 白居易 宋代建筑学鼻祖 礼界等历史名人 留下了十二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共同勾勒出新政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而无我盼 我无强谷 勿获盖罗 而有历史宝贵 我勿与之 这是春秋初期 郑桓公与商人之间的盟事 良好的政商关系 使新政成为当时中原最大的工商业都会 千年一脉 传承创新 今天的新政 以郑州国家中心城市次中心为定位 以现代田园林空经济强势建设为同览 着力打造皇帝文化历史名城 现代林空产业新城 郑州南部生态地城 日益成为中原经济区航空经济板块重要的经济增长级 新政速度 林跑中原 现域经济发展质量 总体评价 持续位居河南省首位 继身中国现域经济综合实力 基本竞争力50强 全国工业百强县市 第21位 新政模式 享誉全国 新型城镇化 智慧城市 先行先市 教育均衡发展率先破题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国家卫生城市 和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长安碑实至名归 新政品牌 称球市场 拥有全国持名商标5个 聚集雪花啤酒 中储粮 光明乳液 达利食品 等国内食品行业巨头 占据全国市场份额 10%的方便食品 15%的藻制品 30%的小剂量水针剂 产于新政 新政环境令人称道 汇集19所大中专院校 五彩计划吸引八方英才 皇帝故里 正寒故城 红枣故乡 令人流连忘返 宜居的生态 开放的胸襟 包容的企图 高效的服务 新政成为学子的青春圣地 游客的乐游旺地 客商的新业福地 同根 同祖 同源 和平 和睦 和谐 数千年来 新政 坚守根脉 延续文脉 传承创新 历旧民心 新时代 新征程 在十九大精神的指引下 在新政这片热土上 美丽的叠变 生生不息 美好的故事 正写新篇 未来的新政 欣欣向荣 蒸蒸日上 皇帝故里 河南新政 欢迎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